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设定 SSHConfig 还有Local Geek Configuration 这两个档案 不然的话,每一次打开GeekBash 都要重新再加入Key 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 讲义呢,打开来一下 讲义打开来了 OK 这个呢,就是要先去 这个地方设定这个档案 你可以打这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你要选的是 .ssh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里面目前是没有 这个Config 档案,所以你要加入一个新的 Config 档案 然后就把它存起来 存到哪里去呢 就这边就选All File 然后按Safe 那接下来它就是会 有一个档名,就是 TXT把它删掉 好,那就可以把它Copy到我们的 这个地方来 那再去去看 好,那这里面的答案呢 我就先直接先Copy一次给你看 好,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先Copy Copy完之后等一下再解释 好,Copy完之后 好,那Copy进来了 Copy进来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先把它关掉 所以呢,这个档案呢 已经Copy进来了 那这个档案很有趣 这个档案是自动产生的 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在做GeekClone的时候 它要按yes啊,要按干嘛的什么的 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些 那个key把它存到这边来 它把我们的key存到这边来 好,那这个是它自动产生的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己要写的 所以这个呢我已经写进去了 我已经写这些东西了 那等一下,我还是继续把它开着 因为等一下要一起讲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去改 我们的local git configuration 好,那我们第一个要改的是什么 第一个要改的是 这可以先关掉 就留这个 还有留这个 好,那我们第一个要改的是 我们的这一个github的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Copy一下 我打开这一个folder 然后里面有一个config的这个档案 打开来 好,这个是 看到没有,这是github底下的 的这个config 那我必须要把这个 好,github.com呢 把它改成 这一个 好,k分githubgitdemo1 好,我把它改成这一个 就这里 改一下 好,这边选到 按Ctrl-V 贴上 按Ctrl-S 储存 好,那这边都搞定了 那第二个呢,我要去的是哪里 第二个我要去的是 好,github的 那我就打开github 好,那也是一样 config的答案 这是local-github configuration 把它打开来 好,注意一下哦 这上面是github 然后这是github的 OK,那github底下呢 我要把这个github.com 把它改成 k分git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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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改好了哦 按Ctrl 你看哦 就是这一头东西 按Ctrl-V 然后按Ctrl-S 贴上 好,Ctrl-S 那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bbucket 这一个 那我也是把它 copy一下 然后这个把它 打开来 然后接下 config 这边把它打开来 好,那你注意一下哦 这是 sshconfig 这是github底下的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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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bucket底下的config 然后那我要把bucket.org呢 把它改成 k分bucket.gidemo1 好,那我就把它改成这个 Ctrl-V 贴上 好,那它这边都改完之后 它的效果是怎样呢 好,其实已经算改完了 它的效果是什么 来,效果做一次给你看 它的效果就 嗯 哎呀 我也不应该把它关掉 我再重新打开这三个folder OK 第一个folder是github的 等我一下哦 好 第一个folder是github的 好 重新打开一次好了 好 第一个folder是github的 然后第二个folder呢 是github的 好,这是github的 好,这是github的 然后第三个folder呢 是什么呢 第三个folder是bucket 好,这是github,github,bucket 好,这是github,github,bucket 打开github 打开github here 好,github here都打开了 好,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这是github的 然后我这边打github 它就会叫我输入密码 那就是1234 好,再重新打一次github 然后它也是叫我输入密码 就是1234 好,那我这些东西都改完之后呢 它就是以后呢 我就是只需要在 只需要在每次打github的时候呢 输入我的密码1234 这样就搞定了 好,那它呢 也就是说你需要记忆你的密码 你就不需要再去做什么事情了 好,那我们来做一次给你看 github here 你不需要再去add key 但是呢 好,这是新的window 你一样是要输入1234 好,就是输入我的密码 好,那 你如果还是真的觉得很烦的话 你如果真的真的还是觉得很烦的话 好,那你还是一样可以去 学之前我们做的 就是加入它的这些key 好,那加入一次给你看 好,就是 这个 先启动gibash 启动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 add它的key 好,它的key呢 是长这个样子 github的key 这里 好,然后就加入github的key 对 然后密码是1234 加入完毕之后呢 好,那 你可以透过这个key add 来看一下你到底加入了没 好,那我这边把它打进去 然后它就告诉我 我都加入了 那我就可以执行github 好,那我这时候执行github 它就不会再叫我输入密码了 好,它就可以直接动了 好,你可以看到它就直接动了 所以这边呢 你就可以 输入几次都随便都可以 因为我已经加入key了 可是这边 因为它还没有加入key 它只是每一次 你在打github的时候 它会去 那个sshconfig里面去找 然后接下来它就load它的key 然后接下来就输入1234 所以它 左手边它并不是真正的load你的key 而是它会去 sshconfig 那一个 那个档案呢 去找说它到底的key在哪里 然后再把它load进来 然后再输入密码 所以你每一次都要重新load一次 这样子 所以它的差别 好,那 那但是呢 它的好处也是有啊 就是你不用每一次打开新的window 还要再打这一行 还要再打这一行 那其实真的很烦 就是你每一次再打开新的window 都要重新打这两行 那其实真的很烦 所以左手边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好的 好,那我这边先把它关掉 好,那我们的确是可以透过 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刚才是github 好,那如果是github呢 github也是一样 你一样可以直接打gifetch 这是github的 你看哦 这是github的 一样可以打gifetch 然后它教你说密码 1234 然后一样可以做gifetch 所以呢 这样子的方式呢 其实就很好 就是反正你就要记得你的密码 每一次都打1234 每一次都打你的密码 这样就没事了 所以github也是没问题的 好,那接下来是bbucky 会不会有问题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githubbucky这边呢 我也是打gifetch 那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没问题的 好,就是输入密码而已 那再重新打也是gifetch 然后说密码 好,就这样子而已 它就成功了 好,那这样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 OK 我们再先来看这是github的 github的这一个 这是github的dogeconfig 好,这是github的 有没有看到 github的dogeconfig的底下 我们把这边原本是github.com 我们把github.com呢 改成kevengig 这个kevengithub gigdemo 这个没有颜色的字 看起来就很乱 好,我把它改成叫做 kevengithubgitdemo1 就是kevengithubgitdemo1 就是kevengithubgitdemo1 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取名 所以它就会去 我的c.user user user.ssh config底下呢 这个档呢 它会去找说 里面有没有哪一个 它的host的名字 是这个名字 有 找到了 找到之后呢 它就去看它的host name 是什么 它的host name是github.com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github.com 带入到这个地方来 那接下来 它就会去查说 它的username是这个 它的identify identify 就是private key 它就会去把 它的identify 它就会把 它的identify 抓出来 因为它把 它的identify 就是private key 所以你在每一次 打github.com的时候 它都会 它就会重新抓出来一次 所以它就会 重新叫你再输入一次密码 所以它的缺点就是 你每次打github.com 到每次输入密码 就是这个原因 那 它优点就是 你不用在每一次 打开新的github.com 去window的时候 还要再加入key 反正密码你肯定要记得 那这是最低要求 好 那 接下来这个是github的 那github的时候 我是把这个东西 把它改成什么呢 我把原本是github.com 我把它改成 kevengit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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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改成 kevengithub.com 那它就去找 这个答案 有没有哪一个host的名字 叫做kevengithub.com 有找到了 找到之后呢 它就会去把 把github.com 带入到这个地方来 带入完之后呢 接下来 它就会知道说 它的usernate是这个东西 这是它的usernate 然后 这是我的private key 就是我的identify 这是我的private key 好 那我的private key呢 它就会去把它 讀取一下我的private key 然后这时候 我在执行github的时候 它就会去 因为它去讀取我的private key 所以它就要去叫我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接下来 这个是 bitbaki的 这是bitbaki的 localgithub.com 那bitbaki呢 我也是把这个 bitbaki.org 把它改成叫做 kevenbitbaki.github.com 所以它就会去 这一个答案 里面去寻找 有没有哪一个host的名字 叫做 kevenbitbaki.github.com 有 凶手就是你 找到了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bitbaki.org 带入到这个地方来 那接下来呢 它就会知道说 它的username 是这个东西 然后那这边就是 它的private key 你每一次在执行 github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 它就会去 你每次执行github的时候 它就会来 这个localgithub configuration 看它的url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 把这个东西 带入到这里来 然后接下来 就把这个东西 带入到这里来 然后接下来 这是它的username 这是它的 这个private key 然后因为它 load它的private key 的时候呢 你执行github之后 它也会load它的private key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 输入密码 好 也就是说啦 这种设定的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再加入key 就不需要再加入key 用办法的话 那个指令还蛮烦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解说 好 刚才是直接讲给你听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解说 好 在localgithconfiguration里面呢 我把github把它改成 好 我把github把它改成 这个东西 好 改成这个东西 那它就会去这个答案里面 然后去这个答案里面呢 去寻找有没有 有 有 有这个东西 那它的hostname呢 是github.com hostname是github.com 它就把它带回来 带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那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username是这一个 这是它的username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它要去 这个地方来 去寻找它的 它要去这一个路径 去寻找它的 这一个private key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讲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做github.com github.com github.com 刚才已经示范给你看了 就是你在执行github.com 你都要输入密码 好 然后那github.com git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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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是示范给你看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Undo Undo呢 第一个步骤呢 你必须要先把soulstreet的 这一个东西 把它关掉 soulstreet这里 好 先打开soulstreet 然后你要先去tools 然后先去option这里 然后你要把确定这边是空的 好 那空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 你要去delete掉project key 好 那怎么deleteproject key 我先把这关掉 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好 那刚才这个页面呢 我都还有留着 好 这些页面我都还留着 但是呢 好 我就先把它关掉一下 我们从最原始的地方 这是github 好 那我就把这一个project 好 这个reportory把它点开来 然后去setting 然后去完setting之后呢 旁边就有一个deploy key 然后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这是github的部分 然后那就可以关掉 好 那github的部分呢 一样是把这个reportory点开来 然后那接下来你要点的是setting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点的是这个reportory 然后你要在这个地方找你的deploy key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删掉 好 那github的部分也删掉了 那接下来是bebar key的部分 bebar key的部分就是把这个点开来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reportorysetting 然后那接下来在assesskey这里 然后你要把这个删掉 好 那我现在呢 把所有的projectkey都删掉了 那我还有做什么 ok 你就可以看贴图啦 好 贴图都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玩一下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两个答案再删掉 就是 这个 这两个答案 好 那这个呢 是 这个是你每一次在做sshgeekhome的时候 它会自动产生的 然后那 它产生久了之后 这里面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会建议 就是找一个事情就把它清掉就对了 清掉之后你就以后在login的时候 它会重新再产生这个就对了 好 那这个呢 是你要自己做的 就是你自己要create的 自己要建立的 好 那现在这两个都可以删掉 那接下来就是 gidemo 好 看一下我的simplecode 有没有存下来 有 这个图都有simplecode已经存了 ok 那我现在就把这里面说的答案都删除掉 ok 这是github的 这个没用了 删除掉 这是gitlab的 这个没用了 删除掉 然后这个是bucket的 这个没用了 删除掉 好 那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都删除了 那最后呢就是delete所有的key 那所有的key呢都在这个路径 然后那我就把它全部删掉 不让我删吗 真是奇怪 重新打开来一次 还在啊 好删掉了 ok 好那我现在删掉了 那我现在就这整个tutorial undo的部分就算完成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